也不是本地銀行 其實是匯控的 他就說52元有重貨的 現在是怎樣算好呢? 他是弄起威的 其實坦誠而言 匯豐我個人覺得 向上的空間未必太大 當然52元的價位 其實是10天前的價格 行使加上又扯了下去 大本藥 我們還不知道誰扯誰 老實說 總之我們就說大本藥 變了匯豐 也都是順勢回了下來 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都覺得 是一個中場市 原來在短浪我覺得 如果市場被吸引 你要去你的價位 我覺得問題大 這個是短浪的答案 但如果再進一步 不要那麼表面的 我們加多一層深度去分析的 那我個人覺得 如果是駁銀行股的話 我覺得到處 如果是駁銀行股的話 我到處 我覺得是美國銀行股 這個 因為其實大家 兩邊的市場 都是受惠加息 這個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說 美國的銀行股 其實近來 由於可能 杜紙或者納資 都太低了 的關係 當擾了金融市場 所以其實他那邊 明明是很受惠加息的銀行股 他見的幅度是很大的 亦都是遠大 那一層很大的 就是大家實力的一樣 甚至人家那邊的實力 可能是好過你的 人家可能那個地區 沒有你香港這一邊 是可能是原鐵大商的 或者內地都有很多的分子 人家的業務是純粽的 只是做美國那邊的 那壞將又不見 也是大幫會增加的 但是人家那邊的股閣 真的相對比較高 這個 所以就是可能 美國銀行股 當道指或者納子 原來納馬 一納住了這個結勢之後 它反彈那個管能 是可能會比我們香港 這些銀行股 也不是比這個 所以我們最後 第三重的 是所謂 再深度一點的分析 你會見到 我們香港銀行股 也都不是全部 硬正到飛起的 現在可以見到 理論上 匯豐為中銀 是特別硬正的 相反的 恆生銀行 是公布了兩次 業績之後 這個 performance 都是特別差的 那變成 在香港銀行股裏面 你都要少 不要中了個陷阱 見到有間銀行 特別低 好像送錢給我洗 那這樣 就通常 不要這樣表情 香港100次 有99次 都不是送錢給你洗的 OK